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期失眠会让你摆病生 根据统计 台湾民众每五个人就有一人有睡眠障碍问题 长期失眠会引起焦虑症、忧郁症 也会影响消化道健康 甚至要担心会引发失智 为了帮助大家一夜好眠 华人健康网健康小学堂 于日前举办养好菌睡好觉讲座 特别邀请到知名精神科医师洋葱才 分享抢救失眠秘诀 并且有医生菌营养顾问唐彦如 说明养好肠道菌帮助一夜好眠 现场观众有个提问 更多一场愉快健康盛宴 压力大的时候 生活环境不稳定的时候 这个说不定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 有睡眠的障碍 以形态来讲 但失眠可以分成原发性的失眠 或是次发性的失眠 不过原发性的失眠是那种有时差的人 比如说我去美国开会 我在美国待了一个礼拜 我回来有时差的 我晚上11点要睡觉 但是我生理时钟 却摆在美国的早上11点 比较多的是次发性的失眠 次发性的失眠有生理心理环境因素的 失眠本身就会遗传 更常见的是压力跟负面情绪 我们常说生理心理互相影响 睡眠是健康的第一根柱子 能睡能吃能动能笑 是我们常要掌握的 所以睡不好觉就摆病生 提醒大家真的要去注意 这个失眠的原因 治标也要自本 床心睡眠时间是晚上11点到早上6点 睡6到8小时 你睡不好觉 身心会产生障碍 然后恶性循环 包括失智 包括得癌症 免疫系统 受干扰 我们肠胃道其实有很多的神经 跟大脑连线的 肠胃道又叫做人的第二大脑 包括多巴胺 包括血清素 它都一直在互相串联的 肠胃道的细菌不好 那它营养到你的脑部 刚刚讲的这种神经传导物质的运作 那可能就会让成 干扰你的睡眠品质 影响你的情绪 那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发现 有一些研究 证实说 我们维持好肠道的菌相呢 是可以协助我们体内的血清素的生成 那血清素这个成分呢 其实呢 是由我们这个体内的色胺酸所构成的 色胺酸等于是它的一个前驱物 也就是它的成分 所以呢 有效地补充色胺酸 这个成分呢 对于我们这个维持肠道健康也是有帮助的 那为什么要把血清素跟益生菌呢一起补充 因为我们发现在这些益生菌里面 它可以有效地协助色胺酸呢 转变成血清素 那这样子的帮助呢 不是直接补充这个色胺酸的功效 而是可以达到一个永续持续生长的一个效果 失眠它常常是冰山上的一角 冰山下是有原因的 那最常的原因就是压力跟负面的情绪 你不要慌张 然后你不要产生预期性的焦虑 你寻求专业就对了 专业呢 一方面帮你治疗 一方面做该做的检查 找出病因 从生理心理环境去改善 这样子呢 事半功倍 治疗又可以自本 然后做好疗程 这个是重要掌握的原则 没有最健康 只会更健康 快上来加入好友 Top 1 Health